2018年破了陳鋒26年的全馬香港華人紀錄之後 今天再見堅叔徐子堅 已經轉換跑道做了一年的救護員 雖然職業不再是運動員 仍然有火跑步心 亦希望可以參加三年後巴黎奧運的公眾馬拉松 但就先要重演衝PB的渴望 雖然不是代表香港 但都想感受一下奧運的氣氛 還可以給自己一個目標 現在暫時沒有什麼比賽讓自己去練 還有三年時間 其實我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不是一定要參加奧運 但都想再突破自己的時間 看到突破當然離不開訓練 退役後的堅叔仍然會練跑 但這樣跟全職跑步的時候又有什麼分別呢 我一看東西會看開一點 真的不會那麼執著 始終全世界都可能跑 每個人都很努力地練 所以不會強求自己一定要去到什麼成績 當然會設定目標給自己 這是對自己的要求 但會少了跟別人比較 有時候跟別人練習都會 大家差不多速度 大家實力水平差不多 都會派掉走 但都會有些分別的 就算大家同一個速度 同一個訓練量 但大家的感覺都不同 你不知道 可能我跑得很辛苦 別人跑得輕鬆 輕鬆完成 但都很難量度的 那個感覺 要自己才知道 要自己承受得到 你跑一定辛苦 但去到多辛苦的位置 九成不行 你要捱 一定捱到的 我覺得 但會影響那個心理壓力 每次都這麼辛苦 我覺得是一個 折磨 這個好看個人的心理質素 我覺得自己的心理質素 不算很強 不是被人跑得快 就是被人捱得 所以我們看看 我們可以追到 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按讚 我們會見 熟年 我們會見 大家 我們會見 我們會見